每天科技新鲜事就在科技拉报 这是半乎联合优酷科技推出的早间资讯栏目 来看看今天的焦点有哪些值得关注吧 在最新的报告中显示 第二季度4G网络访问互联网时的平均下载速率达到2.95兆每秒 其中中国联通一样是网速最快的 平均下载网速达到了3.11兆每秒 中国移动深至第二 网速是2.93兆每秒 中国联通用户满意度最高 中国移动拍在最后 这类苹果iPhone11系列新品发布会只有两周半时间 预计这家科技巨头会在三周后开放线上预订 与更加真实可靠的爆料相比 这些筋膜仍存在一定的瑕疵 比如静音开关的位置 不过传说中的后置预霸摄像头模块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iPhone11、iPhone11 Pro和iPhone11 Pro Max会采用磨砂玻璃后壳 并且会剔除底部的iPhone徽标 美国联邦疾病防治中心正在调查一例使用电子烟后肺部严重损坏致死的病例 自6月28日以来已经收到了193人应使用电子烟而出现严重肺部疾病的病例 死者已排除感染性疾病 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苹果已经对2018款iPhone进行了减产 其产能已经压至最低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给即将上市的新款iPhone让路 即将核心生产性留给三款新机 对上一代机型进行降价二次销售 以提升整个iPhone的出货量 专媒报道 外媒已经收到联想发布会邀请函 邀请函显显示联想即将发布全新Note系列新品 目前联想国内在售的Note系列机型为联想K5Note 售价648元起 预计发布的新机将会是其后级机型 中国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升 而人们出现对便利性以及可选择范围的考虑 会倾向于不在家做饭 美团点评发布了2019年第二季度业绩 该季度美团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0.6% 达到227亿元 餐饮外卖业务占美团营业收入比重达到56.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